老妈的话什么意思啊 这么话还是反话 还是故意试探我 幸好我没上当 我一定要守住秘密 不能连累洗漱 而且我也没说谎啊 我们确实没有在一起 都没有表白 那个合适的时机 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喂 你什么时候来的 对了 陆一又没事吧 没事 她已经睡了 阿姨呢 她还好吧 嗯 应该也睡了 对不起啊 又给你惹麻烦了 别客气 又不是头一回了 对了 陆一又好像知道 我们一起去刘婷的事了 我之前跟她说是和肖蜜一起去的 结果她跑去找我找肖蜜了 没办法 肖蜜只能说实话了 为什么要骗她们 不能实话实说吗 当然不能啊 万一传出去的话对你不好 而且我妈严禁我在大四前谈恋爱 所以她不让我跟一心有太多的接触 除了陆一又 刚刚那反应你也都看到了 都气晕了 你确定她是因为你谈恋爱才晕到的 对啊 不然呢 那看来以后我们得少来往了 省着让阿姨生气 那倒也不用 只要别被她发现就行 展望阿姨 等我从香港演完处回来 一定亲自登门拜访 你听好了 我改变不了我的身份 它有很多的限制 甚至会给我身边的人带来很多麻烦 所以我很少个人来往 除了你 我一直没有表态 是怕那些传言伤害倒你 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形象 那些东西我根本不在乎 所以 不要再自投聪明了 从现在开始 如果身边有人问你 不管她是谁 你都可以如实地告诉她 完全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需要你自己开尽球 明白吗 你真的别动 等我一下 没关系 太多备了 太大了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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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zewer 我想问一下 如果他们问我的话 我要怎么回答 你就实话告诉他们 你们抱过 亲过 还睡过同一张床